哈喽 大家知道印度有啥特殊的技能吗 在世界国家之中呢 印度有一项技能呢 别的国家可能模仿不来 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防制药 很多印度的这个商家呢 在印度驻转的这个厂房呢 他们的这个药呢 都被印度给防制了一件 只要他们在印度生产过的药呢 印度人都要通通这个防制服 印度特有的这个药 而且呢这个药的效果呢 跟他们的这个药呢 也不相上下 并且呢这个价格呢 也比这个药厂的这个药呢 要便宜很多 中间有很多别的这个利润 印度的这个防制药行业呢 也非常的发达 你可能很难想象到 一款抗癌药 最起码是几千块钱 但是你去印度买的话 印度防制的这个抗癌 低百块钱就能买到 那几乎十倍的利润 十倍的差价 印度防制药这一点呢 还是毋庸置疑的 还是非常棒的 一般国家还真防不来 因为印度相关部门呢 也就是这个政府部门呢 出台了相应的这个政策 允许本国家的这个人民呢 或者这个企业呢 防制这个药厂 制出来的药 他们配方他们都知道的 一清二楚 所以说防制出来的这个药效呢 也相差不了多少 对钱呢还非常廉价便宜 印度的这个防制药呢 在周边国家呢卖得非常的好 印度相邻了这几个国家呢 很多呢都使用了这种 印度的防制药 印度的防制药呢 主要是便宜廉价 并且这个药效呢 跟正规的这个药呢 也差不多 他们的这个配方呢 都知道了一清二楚 印度国家的这个防制药 能发展到如今的这个地步 能够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呢 其实呢还是归功于几点 第一点呢就是 政府相应的部门呢 默认了这种做法 也就是这种防制的做法 既然人家印度政府都默认了 说这种防制药是可以的 那这些企业就可以放手的 去防制这些正规的药 第二点呢就是 印度政府呢 也是出台了这个流氓政策 也就是说别的国家的这个药权 在印度生产的这个药呢 它的配方呢 还得让这个 印度的政府相关部门呢知道 知道之后 这些部门直接给这些企业 配方都知道了 这些药那不是太好生产吗 第三点呢 就是这些药的这个利润 非常的大 大家也知道 这个药的成本呢 确实是非常廉价的 然后呢 它在卖出去的时候呢 就会排高这个价格 在中间的利润呢 非常的可观 所以印度政府呢 就把这种仿制药呢 也作为了一种赚钱的方式 种种原因呢 也使得 如今这个印度国内的这个仿制药呢 非常的发达 并且呢 并且呢 在国外呢 因为便宜廉价 并且药效呢 也差不多 所以得到了非常多国家 大量的这个订单 也使得这个印度 这个仿制药呢 进一步的提升 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说呢 这个印度 仿制药 做得还是非常不错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